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 马上教你做 加班回来 或者是过了正餐时间 想要轻轻松松弄一顿料理 吃的营养 吃的美味 是 真的很简单 对 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是一个传统的丝瓜面线 但是我们加了海鲜 那丝瓜面线就是我们会做汤的 那有的有点像做面线糊 其实我本身比较不爱面线糊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点这样子的那种汤 因为丝瓜本身会出丝瓜的水 对 没错 蛤蜊也有蛤蜊的鲜 是 没错 这两个它变成了汤 那个汤就变得很好喝 对 很鲜美 那我们今天就是准备一些简单的材料 其实它还算蛮简单 蛮好做的 那面线其实它有个配搏 因为面线最好的方式是 如果你要煮 你可以稍微洗一下 不然它会比较咸一点 你说煮完了以后洗 没有 洗完了以后煮 稍微洗一下 洗完之后再把它丢到汤里面煮 这么稀的面线 你现在放到水里头去洗 这种就不用 有一种面线是瘦面线 那种就稍微要洗一下 它就好像女生那个马尾一样 是 那个会比较咸 那个就要稍微洗一下 那我们现在准备的是葱 我们要切大颗一点点的葱猪 等一下要爆香用 好 切葱猪 多一点 我喜欢吃葱 我们把它切多一点 爆香 等一下煮起来比较香 蛤蜊的部分 我有稍微先烫过 把它拔开来 让我们的汁有留着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可以同步进行 好 我们稍微放一点点的油 好 我们先把我们的葱花 放进去爆香 其实我们的虾米也要爆香 但我不会第一个放虾米 因为它比较咸 如果我先放虾米的话 它很容易黏锅 对 那我先放一点点的葱花 然后开小小火 稍微给它爆一下 我们这时候会放着不理它 是 那我要干嘛 因为我还有一个东西要切 丝瓜 那丝瓜 有的人喜欢吃里面的馕 我不爱吃 我把它切掉 这个馕它煮完以后呢 就软软 对 我把它切掉 对不对 对 我是不爱吃 那有的人会直接把它切一切 当然 所以我会把它削掉 当然 好 那我们就把它切一下 是 然后切小块状 把它摆起来就很漂亮 好 看 那我其实我这边 要准备一点点猪油 我们再加一点点猪油 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很 又大大加分了 是 因为我没有全部加猪油 是因为它会太重 所以我不会一开始 就先放太多的猪油 我会混一点点其他的油 就变成双合油的感觉 是 是 是 我们只要它淡淡的猪油香 因为其实猪油太重 有的人会啪 就是有一点点猪油的味道 对 那我们现在就把火开大 是 猪油在融化的同时呢 我们冲在爆香 那我们现在就加入我们的小香蜜 看样 把它倒进来 是 一起爆香 对 那我们下一个步骤 爆完香我们就会加水 你建议我们在平常做料理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这个加一点点牛油 或者是猪油这样子的那种动物性的油脂 是 它一定要在锅子里面加热的过程当中加进去 是 没错 它这样会比较香 不能够煮完了以后 你最后 它这样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 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你稍微加热过 爆香过 它有这个炒过的那个锅器的反应 它就会真的很香 OK 好 我之所以这样子帮大家问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秘密武器 有的人有鹅油 对 葱油 有的人有鸡油 蒜油 对不对 那这些油就跟猪师傅讲的一样 它一定要在锅子里面适当地加热 是 它那个转化之后 它的那个香气跟味道 跟一些不好的效果 跑掉了才可以变成加分 对 除非你是像葱的油或蒜的油 那个就没有关系 那个可以最后再点几次 是 就可以了 但是你之前加热的过程当中 你已经把它练好了嘛 是 没错 就比较没问题了 对 好 我们现在的开阳的味道 跟我们的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我们这都可以加水 水就要加进来了 是 我们这都要加水 OK 好 我们现在加水 来 来 我们来加 好 我们可以再来一点 因为等一下面线会吸水 是 所以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点 我们再来 不怕 可以了 谢谢 可以 对 我们现在这个汤量就差不多 适量的水 是 你要保持多一点点的水 因为我们要煮面线 所以我们现在面线 我们不是煮一个汤 我们现在面线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是 对 下面先把它放进来煮 那像我们的虾子 我们虾子是生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要一起煮 这个是干面线 是 我们干面线 所以这个时候加 对 如果是你刚才讲的一样 跟马尾那样子的面线 我们先漂洗过了以后 也是同样的时机加吗 对 我们都同样的时间加 对 我们要抓的就是 最好是食材的熟度是都一样 是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加虾子 OK 当我们的面线已经到了 一半熟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的虾就进来了 对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 丝瓜加进来 因为它熟的时间会一样 因为我们的丝瓜是切块 不是切片 是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开火 那像为什么我的 蛤蜊会先稍微烫过 因为我怕有的会有沙 对 那如果你煮了整锅就是会 就沙沙 而且如果有臭掉的很麻烦 所以我都会稍微过一下水 把它剥开来看 那它原本蛤蜊留着水 其实我就还是会留着 是是是 对 那像我们现在加下去 面线已经有吸汤了 所以我们要再加一点点的水 我们就会适情况慢慢地加 慢慢地加 好 可以 谢谢 好 那我们就稍微煮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还有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下红葱头 面线真的很快 对 面线真的很快 它大概三分钟上下 其实就差不多了 对 三分钟上下就可以了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再下一点点的味道 调味料 来 我这边也要准备了 来 我们就放一点点的味道 我们的 放一点点的糖 不要太多 因为其实我们等一下加那个蛤蜊 蛤蜊跟丝瓜其实就有点 那我们加一点点的盐 也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等一下加丝瓜 加那个蛤蜊太多 蛤蜊也有咸 对 加一点点就好了 那胡椒粉呢 我们也加一点点就好了 OK 好 那我们把它稍微搅拌均匀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蛤蜊 加进来了 加进来 好 如果你的蛤蜊是生蛤蜊 那么你可以加的时间早一点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把它开火 煮滚之后 其实我油葱酥 在起锅前一点点的时间 我才会来下 好 差不多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熟了 我们就加我们的油葱酥 油葱酥就是要加 是 我们就加油葱酥 这个的灵魂就是在油葱酥 最后的点 是 对 那个台味就上来了 对 好 我们现在这道菜就完成了 对 那我还是一样最后会做一下摆盘 因为丝瓜比较多 我把它拿一点来垫底 先把一些配料 是 拿来先在底下 对 因为我丝瓜比较多 所以垫一点点丝瓜 对 当成衬托 对 好 先秤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面线 加起来 放到碗中 嗯 来 加起来放到碗中 然后让它聚拢在中央 是 那我们等一下把菜都倒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比较好拍盘了 嗯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下了 哦 你看 这么满的丝瓜面线 是 好 把丝瓜摆一边 嗯 然后我们把蛤蜊都把它拿上来 对 要挑上来就挑上来 是 这样就很漂亮 好 这道菜就完成了 哇 美不美 美不美 有没有 清甜的丝瓜 是 海味的蛤蜊 对 虾仁 面馅 这一碗一定 哦 六口水了 来 上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清冰箱 我们常常在家里的冰箱里面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食材 尤其宵夜回家的时候常常不知道吃什么 那我们今天带来一个很简单的炒泡面 泡面原则上要炒的好吃 我相信有很多影片都教过大家了 但是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我们来煎炒泡面 那首先我们这边就是先烧热水 这里啊 我们的泡面 我们不能把它泡到全开 因为泡到全开之后它就炒不了了 它太烂 那我这边简单跟大家讲 再泡面要泡多久 原则上 我们就是把所有要炒泡面的食材都准备好 之后才来烧水 那烧水的时候水一滚 我们就把泡面放在要泡的锅子里 然后就把水倒进去腌过它 那接着原锅回来就开始炒 原则上一定会有一个油包一个粉包 粉包因为它是对应汤的 所以粉包非常的咸 所以粉包一般我们都只能用 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的量 那因为原锅 所以要爆香 所以我这里先加上少许的油 少量的油 先润锅 那润完了之后 我今天刚好找到火锅肉片 先下锅 这边先把它炒开 稍微炒开了之后 接着就把葱段 洋葱 红萝卜 这边去把它爆香 那因为我在整理冰箱的时候又发现 晚餐家人吃剩下的四只白虾 所以白虾 我们也就把它放下来把它煎一下 这样宵夜的营养就足够 蛋白质也足够了 我们稍微把它煎炒 那这边接着调味包来了 这调味的葱油包 我们把它代替我们的油 油香 所以先把葱油包下锅 葱油包下锅之后 接着把这边的高丽菜 全部都下锅 你会发现我们的料比面还多 这样才是营养满分嘛 我们还是少淀粉 多丰富的食材 我们把所有的食材 全部都爆香完了之后 高丽菜不要炒到倒 因为高丽菜炒到倒了之后 它里面的食材水分都炒干了 就不好吃了 接着粉包 我刚说的粉包很咸 所以粉包我们只可以下它的 我们先下四分之一就好 四分之一剩下就不要了 那接着我们加上少量的 蚝油跟酱油 带一些酱香 少量的白胡椒粉 那因为炒泡面啊 正常都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泡面捞起来 丢下去一起炒 但是这样就太单调了 所以我们今天 刚好心情比较好 我们想要吃一个类似微面 会面 所以我们今天加一点点水 下去我们来做一个不一样的sauce 那这里我们加上适量小半碗的水 稍微煮一下 刚好把虾子啊 肉啊 还有刚刚残留下来的泡面包 整个稍微煮一下 煮透了之后 我们给它打一个 一点点的薄芡 勾芡 那慢慢的 少少的我们把它放进锅子里 把整个酱汁煮到有点浓稠 就是它等一下可以淋在面上面啊 刚好变成拌面酱 好了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浓稠的浓郁的酱感觉 那我们这边就把它先倒起来盛装 其实这个酱拿来拌饭也很好吃 接着 这样圆锅简单的清洁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刚泡面的多余的水把它倒掉 像这样子 这个时候我们的面体啊 其实它还是硬硬的 偏硬的 那把多余的水分整个都把它沥干 这种泡面都有点软软 烂烂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加一点油 把它煎过 我们有没有吃过上海的凉面黄 广东菜里面的广草面 它就是煎到有个油香 然后直接淋上酱汁之后 它就变得很香很好吃 那这边热锅之后 我加上少许的油 那先让油热锅 当油温上来之后 我们就把泡面 先在肉瓢内把它铺平 那等一下它煎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直接把它放进锅子里 那为了我们等一下是要做微面 所以我会把中间给它挖一个洞 所以煎起来中间就会有一个孔 就这样 煎起来中间就会有一个洞 然后一下锅之后 我们发现它就把多余的油就吃掉了 所以我们再补一些油给它 那因为我想要我的微面的酱刚好在面的中央 所以我在煎的时候 故意把这边挖了一个洞在这里 那我们在煎的时候 一动面就会围起来 那在围起来的同时 我希望这个洞可以维持 所以我会用筷子 撑着这个面的中央 然后这样轻轻地摇 那它在煎定型之后 我这边就会维持这样子一个孔 那如果说我们的技巧好 我们就可以给它翻面 煎到两面都金黄 如果不然的话就煎一面就好 那有人会问我那翻面要怎么翻 我加一个大家偷懒的方法 就是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我们把它扣在盘子上 再从盘子上来倒回去 这样的话大家翻面就比较安全 或者是我们家里有夹子这种小工具 就直接来用 那如果用盘子来这样直接 扣下来就一个圆盘 那圆盘之后直接这样翻回来 它就变 直接就扣在面上 那中间就变成一个金黄色的面体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那一面 也煎成像这样子一样金黄色 接下来再把这酱搭上去酱就好了 这样接着继续 我们把它煎成一个 其实在我们在转面的同时 我们就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其实我们知道那一面也酥了 那好了之后啊 我们就把面倒出来 那维持中间这边有一个中空的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我们刚刚炒好的酱 直接把它放上来 这样宵夜就满分了 好 这样子 我们的简单的家常煎泡面就完整 冰箱当中总有零散的食材要处理 这个时候把它们合在一块一起下锅快炒最方便 但是要如何调味才能够让东平稀臭的食材融合在一块呢 你不能够错过的调味小pepper 就让大侠好好喂的朱玉伟师傅马上教你做 料理人人都会各有巧妙不同 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炒食酥 炒青菜 我叫它古早味炒食酥 为什么 因为其实古早味不外乎什么 蒜苗啦 芹菜啦 油葱酥啦 我们台湾常见的东西啦 蛋酥 蛋你也知道不好买 没错 其实我们只是取起香 所以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方式 我们用杏鲍菇 我们等一下把它切丝再炸 可以吗 可以 一样好吃 真的啊 对 我本来以为蛋在油温里面炸完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香气 有没有 所以很多那个鱿鱼螺螺蒜啊 什么什么样的料理 它会炸一个你的蛋丝 对 鲁白菜啊 对 它会加这个东西 就没想到杏鲍菇 或者是其他这样子的东西 油炸完了以后呢 它一样能够在料理当中贡献它的香气 是 那我们就是把它切 不能切太细 因为你切太细 它一下子就干掉了 是 对 我们要切一点点的厚度 加热时间不够 它的香气 出来的没那么多 对 因为它炸得很会说 所以如果你切得太细 它就会等一下炸一炸就没了 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厚度 是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丢下去炸 丢下去炸 它也挺耐炸的 是 它挺耐炸 我们就要把它炸到金黄色 炸甘炸香 OK 好 我们就用小小火稍微给它泡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会冲到几个材料 第一个是蒜苗 是 我们先把蒜苗 来 我们就全部斜切 斜切蒜苗 是 我们斜切蒜苗 喜欢吃多些点没关系 那如果你就觉得我对蒜苗还好 那你就加一点点也行 我们加这样就好了 把它放到旁边 然后芹菜 芹菜我会稍微把它拍一拍 芹菜本身就是那种中空的 对不对 是 我就把它稍微拍一拍 拍完之后它的香气 什么东西就更容易释放出来 对 那我们芹菜的比例呢 大概是跟蒜苗差不多就好了 那我们先把它放到盘子上 好 那我们还有高丽菜跟芥兰 你用一种芹菜也可以 那我今天是准备两种 希望它有不同的口感 那高丽菜我已经切好 那个就是一般我们切片而已 就比较 高丽菜这个已经切好了 对 我切大片了 只要切大片 是 这样子一片一片 对不对 我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芥兰怎么切呢 我是先切叶子 叶子放下面 对 那梗的部分我会这样子 我要另外放 我要切切片 因为它这样有点吃起来 等下吃起来会有点像菜心 甚至我这道料理当中 我如果加菜心也可以 也行 对不对 反正就各种不同的蔬菜嘛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斜切 因为这个等一下 我会先下去稍微焖煮一下 好 我们就把它另外放 那这个同时呢 我们来切最后一个东西 是 就是我们的番茄 你要用牛番茄呢 你要用黑色番茄其实都可以 那像现在这个量 我大概只用了半颗就够了 OK 对 我用半颗 然后切块 随意切 没关系 我们就切块 然后把它放到里面 不规则的小滚刀 是 好 那现在我们杏鲍菇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已经变金黄色 刚才一下锅的时候有水分 乍看之下 还以为是 雪鱼相思 对 但其实我们在混的时候 混合的时候 吃到这个杏鲍菇其实很香 好 现在金黄色的 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 是 来 我们把它倒出来 再备用 那样子炸一炸 那个杏鲍菇 它甚至可以拿来当成 是平常那种零食吃 可以 没有错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放一点点的油 油 对 我们加一点的油 好 那我们先来爆香蒜末 是 爆香蒜末 那等一下这道菜呢 我们不会先加番茄酱 我们有准备番茄酱 但不能先加 为什么 我们要先炒番茄 把番茄的茄红素炒出来 番茄的香气炒出来 甜味酸味炒出来 我们才能加番茄酱 先炒真的再炒假的 对 先炒真的再炒混合的 好 我们就把番茄放下去 是 对 那我们在爆香的时候 油就不要太热 好 炒到番茄有点点的味道出来 让它受热 那我们就可以加番茄酱 番茄酱太早加它会糊掉 是 好 把它炒一下 好 那这时候呢 可以加番茄酱 好 来番茄酱 番茄炒一炒 让它跟油混合了以后 那个茄红素炒出来了 对 那我们现在番茄酱下去 我们先把它混均匀 是 混均匀之后呢 我们现在加入刚刚这个 芥兰菜的梗 因为它太厚了 对 我们要先稍微炒一下 是 对 我们要先稍微拌炒一下 它就有点像烤菜那样子的感觉 对 我们要先稍微炒一下 好 炒一下 它只要这样子炒 就达到效果了 对不对 是 它等一下就会熟了 不用水去焖 不用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加一点点的水 不用特别加水去焖 那这时候加入我们的高丽菜 高丽菜加进来了 是 加高丽菜 因为高丽菜比较耐炒 对不对 比接来的叶子耐炒 对 我都会一起放 一起放 对 我都会一起放 我都会一起放 然后这时候会加一点点微量的水 是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大火 在开大火的同时 我会顺便放味道 对 我会放一点点的糖 因为我们有番茄的部分 是 好 然后这时候要放一点点的盐巴 盐 对 放一点点的盐巴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翻炒 所以我们做翻炒的动作 我们现在只要把高丽菜跟芥兰菜 我们把它炒到手头 这道菜就差不多要完成 烫塌就好了 是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加一点点的芹菜 蒜苗 还有梅林辣酱油 对 其实它不辣 我们只是要取它一点点的醋的香味 是 好 我们把它炒一下 好 我这时候再加一点点的水 水 好 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水 好 好 那像现在其实差不多要熟了 那我们就要把蒜苗跟钟晴放进去 OK 所以你不用把那个高丽菜炒到绝对塌掉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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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保留点口感 是 我们最后的时候在盛盘 大家还是会放一下 所以它还是会熟一点点 哦 对 好 我们现在把芹菜跟蒜苗 下去 把它炒熟 是 然后最后呢 我们的梅林酱油就要呛锅边 OK 我们没有用这个传统的酱油 我们用的是梅林酱油 是 因为其实我们只是要呛它的味道而已 是 好 这样完成了 呛一点点在锅边 再一点点在锅边 再一点点梅林的香气就可以了 好 最后把它拌一下 好 我们这道菜就已经完成了 是是是 把它盛盘 来 我们来盛盘 虽然你看它可能没有好像卖相没有很好 因为它有番茄酱番茄 可是它营养满分 它 因为它有加那个番茄 对 芹菜 所以它那个特殊那个味道 是 但它真的很好吃 是是是 没错 好 来 我们现在这道菜就完成 那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东西还没放 就是我们杏鲍菇丝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刚刚炸的杏鲍菇丝 把它摆上去 吃的时候那个口感香气大大加分 虽然它不是淡 但是它还是有一样的香气 是的 它有提香的效果 好 今天这道的果早味炒高丽菜 我们就完成了 看到这个炸好的杏鲍菇丝 是 对 真香 对不对 对 底下所有的蔬菜 藉由大火炒完了以后呢 还保持一定的口感 来 营养满分 赶快上桌